好我们来看看是陈时中 当时因为勘灾 坐车闯红灯违规 甚至违规停靠在公车站 台北市议员徐晓星就质疑 远景密录器没开 行车记录器的影像被覆盖 难道遇到陈时中就转弯吗 那么现在警政署长黄明昭 在今天记者会就回应说 行车记录器本来就有容量限制 所以画面会不停不停的被覆盖 这很正常 至于远景出勤 太紧急密录器忘记开这件事情 会进行检讨改善 前卫福部我们陈时中部长 当时喘红灯被拦下来 那当然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 那尤其民意代表讲出来 你的那个警察应该开密录器 没有开好那就算了 但另外有个重点是警 他们想要调阅警车的行车记录器 然后也说 因为超过六个小时以后 他已经被洗掉 但是我们又看到好像规定是应该要保存一个月 你可以讲一下 现在警方在这一个 所谓警车的行车记录器的这一个部分 现在的规定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那警车行车记录器 一类行车车一直都在使用 所以它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容量 大概顶多四个小时至八个小时 就会全部一直cover 一直cover掉 那我们的规定是说 如果像我们执行的那个小型摄影机 如果你有事件需要保存的部分 一定要稍入要保存一个月 是有这种规定 那有时候这个远警出勤比较紧急一点 所以它的密录器忘得开 所以以至于都到现在还是没有录到 这个就有点缺失 这个我们都要检讨的 那这个部分 本席是不是可以建议警证署 对于警车的这一个行车的记录器 如何来做加强 否则你要六小时八小时以后 就自然没有了 那以后大家要掉这相关资料的时候 你就掉不到了 所以这一点警证署 可不可以来加强检讨 这个部分 好我们来检讨 年底九合一大选 那么首都之战打得非常火热 资深媒体人周玉扣 在脸书上就先预告了 说前连电董事长曹新成 下个月初 要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 陈时中站台 公开演讲力挺 并且直呼说 长万跟黄珊珊 这下可惨了 那么台大教授 左正东就预言说 这两个人如果真的合体 那么对陈时中的选情 可能会带来灾难 曹新成站台的话 可能大家的焦点 就不是陈时中 是曹新成 第二个 他会增加更强的这个仇恨值 本来陈时中仇恨值已经很高了 没有想到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助燃器 他比周玉扣的这个威力 不相上下 为什么呢 我最近每一次看曹新成讲话 我就怒火中烧 每一次他讲话 你看看 你说要保卫国家 你说要保卫台湾 大家的决心都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你每一次讲到这些国 国家安全的议题 你一定要来揣国民党 一定要来批马英九 把蓝银这些人打得一文不明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断的向台独基本教育派宣誓效忠 我不知道你背后的生意经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的一点是什么 是你这样子做 你这样子说 会让台湾本来已经很严重的这种党派仇恨 会不断的上升 你这样做 你这样说 会让台湾本来很脆弱的团结 更加的脆弱乃至于最后本身碎骨 这样子不是在保卫台湾 这样子是分裂台湾 这样子是害台湾 所以我认为他如果上台 他如果来替陈时中助选 我看到的情况可能会比现在 对陈时中来讲是一个更悲惨的结果 那么民间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在中常会时表示 每一张同意票都象征着 可以守护国家的主权 希望可以拉拢年轻族群的选票 但不晓得是不是年轻人 站在后面让他紧张了 卡辞了 他念稿的时候一度吃螺丝 最后有提出三个拜托 要大家记得回家投票 面对历史上第一次 修宪复决投票 台湾人民投出的每一张同意票 都将象征着 我们有决心继续深化民主 更有信心守护国家的主权 对外我们顾好主权 坚守住民 坚守住民主自由的价值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任性 我可以保证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一定是认真又会做事 有办法将中央的政策 充分地落实到地方 我也可以保证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将会是青年 勤政爱乡土 有办法擦亮绿色执政的招牌 带给地方更干净的政治环境 现在距离投票率只剩下一个月 我有三个拜托要在这里提出来 第一个拜托 定策票 我要拜托所有的选民 特别是第一次投票的首投足 现在就拿起手机 定好11月26号为家的策票 第二个拜托 最后一个拜托 就是回家投下正确的一票 我要拜托大家 参考国务卿同学所呼吁的 21加1个回家投票的理由 用手中的选票 支持18岁公民权过关 也支持民主进步党提名的候选人 持续来掌握是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 林嘉龙原定下午呢 是要到中和和平街的黄昏市场扫街 但下午他突然间出现了不舒服 发烧症状 虽然目前快筛呈现阴性 但还是决定要自主先在家里头 自主健康管理隔离当中 所以取消了接下来的行程 这新消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 外界普遍有认定说 这个九和一的选情 今年较冷 但是最近稍稍加温 那么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出来辅选 韩国瑜就说他自己 可是专职秤职的拉拉队 在现场金句连发 也是成为媒体的焦点 那么媒体人张宇轩就分析说 韩国瑜向来都是一个造势者 那么会带动全台的选情的能耐 就是他 依然呢现在走到哪里 还是遍地开花 掀起了一些讨论 也让绿营阵营有一阵紧张了 好我们就来看看是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在25号召开记者会 他有特别指控 民进党立委赖会员 在修医师法附带的决议里头 为自己正在波兰攻读牙医的女儿 开后门 说回台就可以不用接受学历的征事 也怒呛时任委副部长陈时中 没有做好把关 没有做好守门人的角色 但是赖会员他却反驳说 开后门这是一个非常不当的指控 在最受争议的七项附带决议的提案里面 赖会员本身有两项是作为提案人 有两项作为联署人 那么问题的真结点在于 赖会员委员 他的女儿本身就在波兰 在就读牙医科系 所以如果你的子女 现在就是波波牙医 或者未来是波波牙医 而你却利用你的立法委员的职权 在立法院提案 要求我们卫福部大开大门 请问一下这样 有没有以私害功 这样有没有滥权 这样是不是 利用你的一个立委的公权力 事实上在图理自己的家人 在之前担任卫福部部长的陈时中 他说他是守门人 你为什么不去做协调 为什么让立法院去通过 这七项附带决议 而使得整个的国外 波波牙医的这些门户大开 陈时中你真的是守门人吗 你真的有在守门吗 所有的一个政界条文 那个附带决议 都是蓝绿 蓝绿两边的 甚至到无党籍的委员同意的 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议 然后把它送出委员会 然后由行政部门来建都 是不是从欧美国家回来的 这些学生是不需要经过国考 就可以直接成为是一个医生 其实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他们也一样要通过医生的考试 他们的试卷跟我们所有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完全是一模一样 那要通过国考的一个考试资格 他们才有办法到这个医院去实行 其实我们是在共同的解决 这个医师法的一个问题 那不是在开后门 其实我们就要来看看的是 高端业苗的临床试验委托邱乙斯公司进行 但是这家公司呢 今天被爆出说有中资的疑虑 微服部长薛瑞源今天就澄清 说当初签约的时候 丘以斯是美商在台湾的子公司 至于母公司是这个月才跟中资合并 所以疫情指挥中心下午 开启者会补充说 丘以斯从101年起 在经济部商业司的登记是港商 并没有看到任何中国籍相关的申报资料 根据我们请这个经济部商业师 对这个丘以斯公司做调查 看起来他是在我们商业是登记的是港商 从101年登记到现在都是写港商 那么原始的股东里面也没有看到中国籍 那申报的资料也没有显示 有这个入资的投资人 那么经济部商业师会在含请 这个公司说明最新的这个股权的结构 那么在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法规 来做处理 那还是要等这个公司提出来说明 那么不管他的股权的结构是怎么样 那我想我们对于临床试验 要求的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临床试验的品质 第二个就是他对于这个关键资料的保存 我想这个部分食品药管理署 依据我刚刚所说的这个GCP 都有进行相关的查验 不是只针对高端的这个临床试验 是对所有的临床试验都会做相关的查核 那以确保我们国内临床试验的这个品质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看到这高端疫苗有些争议 那么民众党立委邱成远就提报说 高端委托的这个临床试验公司 去年跟高端签约之前 有被中国的公司地卖并购并且改名叫做凯迪亚 是不折不扣的中资公司 那么前立委郭胜亮就酸说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陈时中最大的误判呢 没有想到顶着指挥官的光环 就现在落到这样的下场 陈时中啊 我觉得他这个最大的误判 这也包括蔡英文在内 就以为说防疫指挥官的那个光圈 可以延续到选市长 可是这两个角色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百姓尊重防疫指挥官 是希望我们的防疫人做得好 所以不想让防疫团队太为难 所以记者会也很少追问 也很少针对防疫的个别官员 做人身攻击 很少嘛 你选市长 没了啦 你选市长就是你过去 隐而不达 想要秘密不讲的事 现在通通都成为焦点 因为人家现在检验的 选市长最重要的就是候选人 候选人的人品 你的信用 那你如果 你还要比照过去防疫指挥官这样 以为你可以避而不达 说谎 避重就轻待过就可以过关 你做梦嘛 那你就不要来选举嘛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对这两个角色 完全理解错误 就自以为说我在用过去那个 轻描淡写的防疫指挥官那个姿态 那他们就不会追问我了 哪有这回事啊 好来看到是总统蔡英文 今天晚上将跟陈时中到大同区进行庙口宣讲 脸书有特别贴文 说台湾团结克服了疫情 接下来还有很多挑战 希望大家一起克服 这篇文章没有想到引来2000多则的负面评论留言 还有人呛 总统蔡英文你是在什么平行时空吗 还有人说呢 别再到处乱讲话了 先把封存30年的事情摊开来讲 再说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那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